在進行這個頁半的對稱的時候 我們常會碰到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把這個畫板再進行 譬如說我畫一個畫板在這裡 然後我們以這個 好點工具 將它修飾為尖頭 那麼我們可以利用旋轉工具先轉一點點角度的它 因為我現在選到節點了 先把它取向這樣 來 好 那麼在這個形狀上呢 當然我可以利用效果 然後扭曲變形的螺旋 達到譬如說 譬如說 十度角 這樣子的一個扭曲的造型 那麼這個造型當我在做進射的時候 會有一些問題 譬如說我們這邊選擇進射工具 然後選擇物件 做進射 按ort鍵 好 那麼你會發現 這個進射的弧度本來是這個角度的 然後進射過去以後它變成不對的角度了 好我們直接按確定 好 好 所以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角度基本上是不對的 那麼要怎麼樣達到對的效果 這邊有一個補救方法 在這邊進行螺旋變形之後 我們就直接在物件這裡擴充外觀 讓它直接變成all on 那麼它就不會有這個計算上的這個失誤 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很好的對稱的夜半的一個效果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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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